所以最后再重复一遍 如何上课要全神贯注思维紧跟积极回答 不留疑问 大家好 我是你的澳洲小王子 好 你准备要开始复习PTE了 然后你也报班了 然后你也课件资料也复习了 现在最重要就是如何上课 如何上课这些东西 就要和大家讲 不然我觉得你们上课的这个效率太低了 是吧 如何上课 我总结了五点 我总结了五点 第一点叫做全神贯注 什么叫全神贯注 因为我们很多是网课嘛 对吧 我也没有办法叫你打开这个camera 对吧 但你打开我会很开心 你真不打开我也没办法 所以你把camera一关 对吧 那我也不知道你在后面干什么呀 对吧 你吃西瓜吃香蕉克瓜子 我也不清楚 所以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 一定要全神贯注的去做这件事情 懂我意思吗 就拿个笔 对吧 认认真真的去听老师在说什么 对吧 叫全神贯注 你别老师在讲话 你在后面吃花子 吃西瓜 对不行 第二叫做思维互动 对吧 思维互动 用笔不是说你记笔记 你不用记笔记 笔记我都会替你记好 你懂吗 我也老师上课和我都会替你们写好笔记的 你们最重要的是 跟着老师的思维互动 这是最关键的 对吧 别很急忙记笔记 记不了多少 对吧 笔记我们都替你记好 你记啥呢 对吧 叫思维要跟老师紧凑的走 第三叫做积极回答问题 因为老师上课时 有时候会问你一些问题的嘛 你要积极跟互动你知道吧 就很多学问我 哎老师你们这个班上几个人 我班上就500人和5个人感觉是一样的 平一黑都没人讲话 懂对吧 所以你要积极互动 老师问什么 你答什么 对吧 最起码你这个 你这个键盘上打点字吧 懂吗 你能跟我对话 我最开心了 对吧 第四点是什么 就是不留疑问 就是你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上课就问出来呗 我们有时候课 其实我们都脱堂脱很久的 就是让你问问题的时间 比如说1点钟结束了 你有什么问题 只要跟pt相关的对吧 你别跟娱乐明星相关的 我回答不了 跟pt相关的你都可以问 而且不限于任何问题 就比如说我上听力 你可能你问口语也可以 只要跟pt相关的 好吧 最后一点叫做马上复习 就你上完课后一个小时 对吧 休息休息 吃吃喝喝 马上复习 你别给我等个一两天 你早忘了 懂吗 你就上完课后一个小时 马上复习 你这个掌握内容是最好的 所以最后再重复一遍 如何上课 要全神贯注思维紧跟 积极回答不留疑问 马上复习 好吧 下个视频别忘记得 别忘记得关注 下个赞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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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